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件绝不重要 大爷相亲现场 把大妈拎在一边 自顾埋头框框炫饭 一口磨一口汤 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看着大妈也是相当无语 天空一声巨响 大爷闪亮登场 红娘看到大爷的时候 大爷正围着围裙 在照台前忙碌呢 看着大爷这炒菜的架子 以及锅里还没捞出来的排骨 看来大爷的厨艺 属实不赖 整得真香啊 木耳 白的片 嗯啊 炒肉 这锅是啥呀 这锅排骨 这锅排骨 看着属于排骨啊 做好了 这早上先做的呀 做好了 这是我们来特意整的呀 叔啊 嗯 哎呀 叔你这也太热情了 一天吃饭了 叔啊 饭的饭 顿都不大 少吃一顿都不行 好了 好了 出盘了 那你平时去饭店吃饭呢 我一个人多餐也不上饭店 这你个人给家想吃啥 你就多点啥 啊 就啥都会饿呗 叔啊 对 那叔啊 那面是啥的会整吗 面是包饺子 蒸包子 蒸馒头 啊 打饼 这都买 烙个酥饼哈的 烙个酥饼啊 嗯 就像他买那个 叔你在吃的时候不亏口哈 偏偏啥都吃 不管啥时候我都散乱 叔你这自己一个人生活也不对付他哈 不对付 那你到时候他就那个 我胃口好 那天我买的排骨和肉嘛 差不差买四块钱 四百块钱 这是冻的不饿才巧的 这顶刻都是啊 冻的 都吃的冻 你这个一冰柜的食材哈 特意又整个冰柜 饺子是自己包的 我不起眼 大叔不但见杂炒队 样样精通 就连饺子 馅饼等面时 那也是手到擒来 这样上得了清糖 下得了厨房的大爷 真是难得 天空两声巨响 大妈闪亮登场 不行是一直就这个头型啊 这是我们同学她的媳妇烫头的 她说我给你整整头发吧 那天去 这是新做的头型 她给我盘的 原因因为我说长发 原来是长发 长发完戴小帽 那种 那一直是烫头呗 对一直烫头 有没有说你那个不像七十四 很多人呢 百分之八十以上吧 都说我 哎呀妈呀 那个真不像 做公交 你比我小的 你都样做了 瞅那老太太 一个个堆说的 就成我这么精神 你没人给样做 妈 这都是你的照片啊 都是我的照片 都是同事给你拍的 对 没事 就是玩 就是玩 心态挺好啊 姨儿 心态挺年轻的 是吧 对对对 虽然大妈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 但你看着满头的黑发 以及时髦流行的发型 要说她五十多岁 都有银信吧 难怪坐公交车 都没有银给样做 实在是太年轻了 真是唱戏的躺眼泪 可歌可泣啊 这五十岁那年吧 我家二儿子跟那对象离婚了 离婚这个孩子 就这个孙子才 八个月吧 完了就放我这了 二十多年了呗 孙子八个月就是你抚养的 对啊 完了 现在二十三了呗 二十三 上班了呗 上班了 她父亲也得管 我得管点 我现在也没啥管的了 因为啥呢 我给她房子了 换个房 换一个 就是那个电梯房子 完了就一下到位了 就是我死了就给她了 那我这种 我走了都给她了吗 老伴走了之后 属于为儿子 是 为儿子转 嗯 完了为孙子 你为孙子转 嗯 为儿子活 为孙子活 都为他们活 哎 我说我谁都能对得起 就对不起我自己 大妈把自己的前半生 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 年轻的时候 为了老公 东奔西走 毫不容易 把儿子拉扯大 写了婚生子子 结果养孙子的重贷 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如今总算是把孙子 也培育长大了 也给孙子留下了房子 这下 大妈总算是可以做点 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找个老伴 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 大妈的要求也不高 不管是去对方的家里住 还是在自己家里住 都是没有问题 唯一的要求 就是希望对方做的一手好菜 这大半辈子都是自己为了别人煮饭 到老也尝尝别人给自己煮的饭菜 正好咱大爷煮的一手好菜 那还不赶紧安排两人见一见 红娘还没把人领到家 大叔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连忙打电话催促红娘快点点 哎 叔啊 到哪了 先生 哎呀妈 到你 快到你家楼下了 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着急了 叔啊 你就在我旁边呢 马上就见到了 完了 那手饼 等一尝尝你的手艺 行 好了 竹竹也好 面是啥都会恐怖 你不就想找个会做八点 大爷 咱都单身这么久了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 两人一见面 大爷对大妈的印象就很不错 大妈对大爷也是相当满意 咱看这门亲事也是寡妇三孩子 有指望了 哎呀 我们都进来了叔 啊 听着 你这有门了 哦 哎呀 闹着闹着书饼 你看得多都摆下了 就是说挺满意的 眼圆咋样 眼圆还行 爷 你过来看看 这家似的 还不嫌费事呢 刚烙上完我就闭火了 妈 糊了 火不着着呢吗 着着呢吗 哎呀 着着一鼓烙火了 着着呢 又说糊了吗 我还挺闭的 我也不说他不知道 他可能都放了 其实咱们一来 手忙脚乱的 大爷这边紧张到 连火都忘了管 好好的一锅饼 就这么烙糊了 好在咱大妈并不在意 还觉得大爷这样子 挺可爱的 男女搭配 蛋伙不累 有了大妈的帮忙 大爷这进度 也快了不少 虽然大爷刚刚烙糊了 一锅饼 不过马有尸体 人有尸首 这倒不是事 只要自己生病的时候 有人能给自己 煮过夜会的汤就可以 干完呢 我帮你拿干呢 嗯 帮我干也行 还是能帮干活 这说干就干嘛 我还没跟你俩见什么呢 就开心了 可是忙不上了 我姓崽名贵 75岁 姨叫那个刘东美 姓刘 姓刘 我毛岁74 你74 是不像叔 还行 我属牛的 叔是属鼠的 对 叔叔和属牛最和 他就说的 叔叔和那个叔牛的就是 想喝点 那就是很愿意呗 啥子包的都露汤了 你看什么 没你好 有的 叔叔 叔啊 你今天有点发挥市场呢 哈哈哈哈 男的做啥子不细心 但是他会烙着 会做 是不是也挺好的 是 假如说人说 我要有个天天病业了 他都不会做 你是不是干着急 是不是 人家他会做饭呢 给你下点汤啊 或什么面 水里的啊 汤他都会做 吃的都挺好的 真是冷灰里 爆出业力的 意想不到啊 咱都以为 大爷是为了迎接大妈 特地煮的饭菜 拿成想着 这饭菜好了之后 大爷却自顾着 端上桌吃了起来 压根不管身边的大妈 和红娘 感情你刚刚着急蛮荒的 是你自己饿了呀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极大欢喜啊 吃一口 吃一口 不当事 熟也不装饺 不装饺 该吃就吃 你就是 中午饭是晚饭的 整二半 那没事 当时还得吃 你不尝上了 你不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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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 你别光顾吃啊 你跟姨老老哥啊 吃了不香 你也能先吃是吧 那嘴忙着你 没事 该说话 说话没事 哈哈 啥说没有 你也是一个人 你也是一个人 那我不一个人 我找了头 我又不是搞疯了 练 不是 我那个 我大面 练 62 没你这大 原以为 大爷这态度 大妈铁定要省气 没想到 咱大妈心态还挺好 还能笑笑 表示没管些 咱就说大爷 你可长点心吧 毫不容易 等大爷 终于添饱了肚子 相亲 总算能继续下去了 他真能吃 看他样 是吧 也不再吃 那个吃的也挺香 那个 阿姨里头 有什么想法 我不怕那事 你不会觉得 什么挺不尊重的 什么样 那都没事 他愿吃吃 这个房子 是你的名 是你 不是 我儿子买的 你找老伴的 你这房子 那你儿子得要过去呢 不是 房子要是居住行呢 完了 我再跟儿子 儿子 儿子 儿子问问 给这住行不行 如果跟姨真成了的话 姨要是想住这 你得问一下你儿子 儿子 媳妇的意见 是吧 对 那你觉得你儿子儿媳妇 能哄你未来老伴住这吗 能差不多 就是说 允许咱们在这住 你别往处碾就行了 那能 我父亲往事能行 那个咱就是假设 假设你儿子儿媳妇 又不同意为老伴 不跟他们一起住 那你这时候是咋想的 我这咋想的 一个是 上他那是最好 就省事嘛 要不你 你这次就得住房 住房多花钱嘛 大爷表示 现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 是儿子的 如果真的跟大妈走到了一起 大妈想要住进来 还得问问儿子的意见 咱的 你找老伴打算让人家睡大姐啊 大妈这头也是为难 咱这房子也不能常住 一旦孙子找到女朋友 要结婚了 咱就得把房子 让出来给小两口 大爷这头也表示 只想在自可言家里待着 看来 成语不成 还得看大爷的儿子 咱看这门亲事 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靠得不得了 大爷的儿子 一听老爸找了一个老伴 也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要大妈住进来 当场表示 只要老两口好好的 咋样都可以 一样的对象 完了看看 看你们两口同不同意 和咱们家这住 就这么个事 我跟你说一下 比我小一岁 哪儿的 不兴的 兴 没事 没事啊 我就是问问你 完了看看对 没事 我呢 今天晚上 你接一下行 你说吧 喂 哥您好 您好 我们是那个 集市生活频道 原来不晚的 然后淑报名咱们结婚了 现在找个伴儿 接受一个姨 姨就在旁边的 我那个啥 就没事 无所谓 只要你俩 就是说能那啥就行 跟老汤叔叔大了 对 互相照顾 对 姨身体可好了 我这一个牙都没掉 行 那没事 我这没啥说的 我听我爸的 行 那你忙吧 听说话挺卡快的 挺明事理的感觉 是是是 那臭 你们俩人好好相处吧 行 就期待你俩的好消息了 听得大爷大妈心里的大事 总算是落了地 最终两人的乡亲 也是圆满成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看 老年人相亲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我老伴在的时候 我们俩就在这种屋子 你看看我老伴不来 照相呢 在那呢 你老伴挺漂亮的 肯定漂亮 不漂亮能照 相亲现场 奇葩大爷突然提出要求 要让大妈看到他漂亮的前老伴 那他前老伴到底能有多漂亮 今天来相亲的是帅气的丙大爷 丙云生 76岁 丧好 退休金五千七百元 住房面积五百五十平米 上次在节目里 跟那个大姐不是成了吗 那一个当时说是处处 第二天我就告诉他了 主要是他身体不好 他还怕疯 他怕疯 我还怕热 在上次的相亲中 丙大爷和一位大妈牵手成功 可刚处了一天 就因为大妈的身体原因而分了手 这次红娘又给大爷找来了一位大妈 李红燕 69岁 李懿 退休金两千五百元 大姐你这是打扮 是哪个民族的服装吗 这个帽子是那回族的帽子 我头少 我那不省着在头皮吗 我在 让你看我的全面目 李大妈是一个直率的人 对于自己头发少的缺点 他并不隐瞒 甚至还面对镜头 勇敢的摘下了帽子 李大妈从小就爱好跳舞 如今退休的她 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 并组建了舞蹈队 今天她要对着镜头 给红娘展示一下 来给介绍一下 这就是咱们武术界的猴王 金正德老师 这就是我们最漂亮的美女 一会儿我们就是把服装穿上 把它咱同事做上 给我们录个小视频 换上传统汉服 大妈们个个都平添了几分逢月 而接下来的舞蹈 更是惊艳重人 一许跳吧 李大妈和红娘说 别看自己现在一天热热喝喝的 似乎没有什么烦恼 其实在她的心里 一时都有一个遗憾 我这一辈子里 就是我没出过就像 我没搞过恋爱 下乡下到李树农场 我回来都29了呗 那还不着急 82年呗 连着就给介绍一个心 知根知底的 介绍就行了 行马上咱结婚 除了喝酒抽烟 再就是赌费 还没有工作 当年由于下乡 当了李大妈的婚姻 回来后心急的她 稀里糊涂就找了婆家 结果丈夫是一个好吃懒做 不负责任的男人 可当年为了孩子 李大妈无奈的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后来我就自己开了服装店 孩子满三岁 我就给送长托去了 现在我儿恨我恨好好的 把我送到长托去了 她就觉得我妈不要我 当年为了生活 李大妈忍痛将年仅三岁的孩子 送去长托 虽然自己的心在滴血 但为了生活 她也是别无选择 因为无情的丈夫 对他们娘俩 从来都是不闻不问 天大的事 我都得自己去承 我从来没说 俩人伤了伤了 她给我做把组 或者这个事你说怎么办 没有过 没过多久 李大妈就和丈夫离了婚 如今自己的年龄 也越来越大 李大妈心中那份对爱的渴望 却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愈发强烈 这一生当中 我是不是也想体验 这个人生这个美好的时光 我去追追别人 或谁追追我 是不是也挺好的 咱也疯狂谈马恋爱呗 李大妈现在每月 退休金2500元 原来老房子的拆迁款 她都给了儿子 如今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李大妈 却迫切的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和一个知疼知热的她 我要能找到我自己心仪的人 我真的是全心全力的去吧 去跟人家好好直度过晚年 李大妈这一生 就从没有被男人爱过 也没有爱过一个男人 如今她就想谈一场恋爱 遇到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 不管对方喜不喜欢她 她都要勇敢的去追一次 自从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了炳大爷 李大妈突然觉得 那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终于出现了 就觉得她这个外形跟她气质特别好 我领她出门我也可伟大 她就是我的一个门面 跟她要是能生活在一起 她说我这都行 就觉得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吧 我没追过谁谁没追过我 我这一生当中 我真的是想追究我喜欢的人 我要去追追你 谈一声恋爱呗 了解了李大妈的这种迫切心情后 红娘决定马上 拍她和炳大爷见上一面 今天把那个头扎起来好了 这么劈身就行 就要见到自己心爱的丙大哥 李大妈激动的心里如小鹿乱乱 这穿红衣服这个 咱们全都几步吧 你好 这不用我介绍了吗 别介绍了 我在电视见了你面 让红娘没想到的是 二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状况 你演员身材那得行 长一下不行 而李大妈对炳大爷似乎也有些失望 演员上还可以 我就觉得他更矮一点 他现在也就是一米七二七三左右 人家比我高一头多好啊 从上学的时候 就是想找对象就想往这么高找 我像个小鸟艺人似的 他也像个江湖似的 炳大爷没相中李大妈的长相 李大妈不满意炳大爷的个头 接下来当红娘提出 让炳大爷领大伙看看他的产业时 炳大爷却表现得格外敷衍 他刚才给我们转的呢 那边哪边是猪水 这边哪边是树 那边我水不到一直到那边 还有水田 我看那海外 这水田 他自己地都租出去了 我心动我不同意 他转一圈 他妈妈都心生汗 只简单地转了一圈后 众人便回到了炳大爷的房间 而接下来炳大爷的一番话 更加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炳大爷话都说出来了 李大妈此时也对炳大爷前老伴的相貌产生了好奇 这不看则已 一看李大妈就不干了 而此时炳大爷的心理 也是充满了对李大妈的不见 既然都有了这个想法 于是两个人的相亲 在不和谐的路上也是越走越远 大哥你知道大爷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怎么评价的 高富帅 不养了 现在我是属于三五 市里没房 没存款 没车 兴了炳大爷口中的三五 李大妈再也忍不住了 那你要是说这个没有 那没有 那不还是不诚实 实话实说呗 他跟那两个他有这的有那个 卖了有多少万 一年租的地有多少多少钱 多富有啊 到时候他啥也没有了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那事实到底是有没有呢 我前提是跟他们演员 我说弄多有啥用 没有演员往下就不能谈别的了 原来炳大爷在自己的个人资产上 的确打了埋伏 最终二人的相亲结果也是顺理成章 看了你以后吧 各方面也都挺好 但是咱俩的演员还是差点 所以咱们以后就做个朋友吧 看个一般朋友吧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你不要跟我去 你要跟我去 我肯定比你还一句 今天相亲的女主角是范首侠范大姐 六十岁了 刚刚新买的四十二平楼房 要说大姐还是非常要强的 为了买房 三十多年省持俭用 终于在前段时间存够了钱 买到了自己新的房子 那么这么要强的大姐则有要求是啥呢 现在姐想找个啥样的 想不想回农村呢 不想回农村 红娘 你也是个没眼色的 大姐要是真想回农村 那她这三十多年的努力 是为了啥 大姐的前半生非常的坎坷 年轻时识人不清 嫁给了家暴男 每天爱不玩的揍 大姐也是比较争气 没有想着改变家暴男 而是直接离开了那个火坑 结果发现在城里的生活 简直是太美了 没事干拍拍视频 做做头发 简直美思思 所以这辈子说啥 都不想再回农村 冬天取个暖 还有霸卢灰 我这脸上的粉不就白抹了 头发白做了吗 我今天化妆 搁搁搁搁搁 漂亮漂亮 六十来岁了也挺年轻 自我感觉啊 漂亮吧 漂亮就OK了 大姐你可太愁美了 这该让我如何评价 可能是地区不同 对漂亮二字的理解也不同 要说红娘业务水平也太差了 人家大姐都说了 这辈子不想回农村了 那意思不就是 想在城里找个老伴吗 她和道好 直接给大姐找了个农村 吃软饭的 这不就是上凉山请铁匠 找错人了吗 红娘听这话不浪啊 你不是不想回农村吗 那还不好说 直接给你介绍的 这个男的可以上门 你两人一起住你的房子 不就完了吗 不得不说 红娘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呢 要说红娘给大姐介绍的人 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就是那个身在农村 看不起农村人 一心一意想找个城里房的贾大哥 贾大哥六十一了 退休金四千一百块 那是没车没房更没钱 毕生梦想便是找个城里有房的女人吃热饭 上期节目跟富婆姐姐相亲 让人给她买车 大哥我盲猜你这不是追求失败了 只能二思求二了 贾大哥看着眼前的楼非常满意 着急忙慌的跟着红娘上楼 没想到大姐叫上了最好的朋友 给自己打气 一时间贾大哥都蒙了 什么情况 现在民风都这么开放了吗 相亲遇到姐妹花 你不要跟我去 你要跟我去 我肯定比你害去 奇葩男贾大哥又来相亲了 这次红娘给他介绍的是范大姐 大姐靠着自己的努力买了新房 人家都说防火防到防闺蜜 大姐你带着闺蜜相亲 不怕被奇葩吗 但是贾大哥显然对这些并不在意 他更在乎这个房子到底咋样 新楼啊 也不属于新楼五十年了 看装修的 也装修个年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买房的呢 看看你这西服披鞋加个皮包 那不是中介就是跑保险的 相亲啥都没到新开房 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家庭我一进来最大的感情是 怎么样 一尘不染 改定就像 一尘不染 他在厨房怎么样 够一尘不染 就是 大哥果然是初中都没毕业 除了一尘不染 大哥脑子里就没别的形容了 没事你多翻翻四点 牺牲一下自己 下次碰到富婆不就把握住机会了吗 多少平啊 四十五平 这个房间不像比张人要建好 你这个和四千多 大哥果然这房屋中介没白杆 先问大姐面积 再问房价 小头一甩小伯一歪 总价直接有个大概 这分分钟给大妈的实力 有了初五不得定位 他想到一尘不染 这个 这个劲儿 不符合我愿望 大哥的愿望 我给大家讲讲 假大哥退休后买不起房 只能回到了老家农村生活 退休五年 在城市里找老伴就找了四年半 剩下的半年报了相亲节目 大哥的要求很简单 就想找个市里有房子的女人 开始倒插门的生活 这结果显而易见 这个时候大姐就说了 钱不钱的无所谓 你长得像冬花变异式的 咱眼先放着不提 我就想问问你 跟你前妻是为啥离得婚 从这个问题中可以看得出来 你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 这里再解释一下 大哥离婚根本就不是工作调准的问题 那是因为当年他才成为上班 回到家嫌弃自己的老婆是农村人 没啥玩话 看到人家城市里的女人 打扮的都光鲜亮丽的 结果自己的老婆因为干家务 养鸡养住不打扮 大哥就嫌弃老婆不女人 两人因为这个离了婚 可是大姐不知道这些啊 他一听大哥这么说心里就知道 这个男人绝对是有话没说 但大姐没有声张 他又问起假大哥 他找新老伴 家里的孩子同不同意 听这意思 家的孩子都跟他断局关系了 这里可要小心了 这个男人肯定还发生过什么故事 可是大哥却不耐烦了 你问东问西的 怎么一点隐私都不给我留 不是我说 如果此时你要占理 估计会宣扬的谁都知道 怎么可能不好意思说 奇葩男来相亲 满嘴都是谎言 最后自己圆不下去了 反而找大姐的茶 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大姐觉得问不出以前的是不要紧 那我们就聊了以后的问题吧 结果假大哥全程装傻 这给你装的 大姐还能不知道你在找老伴 不然你来大姐家是打求疯的吗 大姐问你的意思就是你找老伴之后 啥打算 现在肯定是积极找老伴的 找了老伴之后你啥打算 你还挺有理 愿人家大姐没说明白 那还要咋说你才明白 要不你就是不想回答故意的 要么你就是脑袋缺根弦装屁的 相个亲 你扭诺捏捏 藏心言辞 你个小童话 怎么一点都不实在呢 大姐一听 既然你听不懂 那么我这回清清楚楚的说 省得你还挑礼 要说还得是你啊 没房没车还穷衡 你可拉倒吧 你不光穷衡 还对自己没有准确的定位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除了没房没店 没车没存款 剩下啥都嘎嘎有救啊 你那身高一米五体重一百六 我不知道你的自信究竟是哪里来的 要我是这大姐 高低直接给老头轰出家门 如果大姐怒气现在达到百分之八十的话 接下来大哥的回答 直接让大姐的怒气到达了百分之百 你这控制是多少 控制啊 控制 不多啊 两千 这话说完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小矮子怎么回事 说瞎话都不带眨眼的嘛 你咋还撒谎料屁呢 先不说红娘拆穿不拆穿 人相亲之前 红娘肯定会把南方基本情况告诉大姐啊 刚才如果说你是不实在 那你现在绝对算是人品差了 知道的你是来相亲的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来骗婚的呢 镜头还在这呢 你就敢这样 私底下不一定到底是个啥品种的撒谎精呢啊 你这假性的果然不拉费 满头假话 看到红娘拆穿自己了 她马上找补自己的话 你看你那出此样子 不知道的以为大姐在你屁股上按堂皇了 你在人家这沙发上演不抖翁呢 还是说你这是憋屁呢 大姐更是跟她杠上了 你越不想说 那我越刨个问题 专治你不服 我问你公司开多些 每个月 公司那肯定得三四千多 四千多 四千一也是四千多 四千牛也是四千多 四千多这就行了 多多少啊 多多少四千多这就行了 四千零五也是四千多 不要这么叫什么 这么叫点不好 要说这大姐也是个将的 这幸好红娘两人都在呢 如果不在大姐肯定两大瓜子山的你找不到呗 这时候红娘也看不下去了 你可别坏了 我们节目组的名声 大姐问你的时候 为啥说两千呢 我说两千花修 人大姐问的是公司 明明问的是公司 那我那我 那是 我先说以后 一句话都讲 这小东西倒是挺会狡辩 但是你这是把所有人 都当大傻子了是吗 红娘可一点不惯着你 哪有不如说 我听你了 我先说以后 发修时候会话 那不可能 真的 大姐问得很清楚 我问你工资多少 我可能不进入 没得算 你自己对这个新黄话很满意呗 还是那句话 他是把所有人都当成了傻子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大哥更是开始处处找茬 假设说 咱俩 今天说 你也相同我 我也相同你了 咱俩能往一起走 真是 我希望你能来到我这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但是农村 我肯定是不去了 但是回去 要是说窗个门 回家种点菜 种点园 这可以 但是要我长久 整那个农村待人 我肯定是不乱乱 我想走到一些很难 为啥 因为他不让我这去 我也不能让他这来 那想法是啥呢 是希望夏天在我这 吃景阅菜 吃到可能在九月末吧 对 那么说就可以 刚才我这话 你讲的是我不让你这来呢 那我还不让你这来呢 不是 我刚才说的 我不能让你这来呢 你不要跟我去 你要跟我去 我肯定比你还去 我是故意找那个顶牛的画 为啥呢 他正好说不去 我就抓着不去这句话 他这说不常来啊 我就听说 你那我不去 你那不去 我 你这我还不来呢 你不正想找一个 能 就是说在那道场那也好 能到女房这来的呢 但是 感觉他说话上也不柔和 你可真是想软饭硬食啊 咋的 还得人家大姐养着你 住着人家的房子 还要供着你呗 你当你是个啥东西呢 啥都可你一个人活了 你是小矮子相近边了吗 咋也不知道大姐是啥心态 还能忍得住接着相亲 大姐你这真是找不到男人了吗 这种人你还跟他唠啥了 可是大姐不得 非要假如咱俩在一起了 以后咋办 就说你的工资 咱俩都走到一起 你咋安排 就完事了 你能不能就是到我这住 我今天不回答你吗 你今天不回答我咱就等于 没入这个录像 我去通过电话再老板 这细节问题 电话留一下吗 后续继续电话拨通啊 还是怎么办 我这电话还没电呢 再来手机没电了 你咋不说你是外星人呢 不如直接说你穷的买不起手机 或许大妈还能给你买一个呢 你这玩意也太不靠谱了 算了啥也不说了 结束吧 要不看这老头戏的 我都得半素睡不着啊 眼神还不错 就演员还差点 就演员还差点 这么些朋友同事 你这往哪都领不熟 我根本也不行 你觉得大姐长得不行 不行 原来不行 那差太多了 起码的路眼 这生活条件那么好 那脸还那么黑 有个地方是吗 房子不在大小 独立住房现在是 真的是没有 现在就是残疑就是宗旨 你说我说你真是会相复的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跟过人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跟过人 你唱他叫老爷 之前在节目里边 我们都给你介绍了 然后那个你们俩就是下了之后会相处了 就是相处了也见面了说实话 然后呢就是不合适吧 人也他却人也却人挺好 只是说俩人不合适吧 然后也没浪费时间 实际上那也感谢你们 对我就是中生大事托付给你们这个节目组 这会要再找的话 再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职务多少座 物质上我没有太大的追求 我可以这么说 只要你是说堂堂实实的把我放在心上 这样的男人就可以 那比方说对不对他有没有房子什么 没有房子也可以啊 我有房子你可以上我家住啊 你主要负责啥呀 我要就是寄上领部件抛包 给领部件抛包 对对我是那个车厂班长 哎呀这当个小领导 我去老老师三千多块钱 他说有时候出财数一度 但是我们再运行 现在过年是对红包 你现在这个三千多块钱是够花不 我也不知道花钱 我以前不钱不收 不喝酒 我不买衣服根本花不多钱 房子我孩子花钱租也不给我租 以前是我孩子花钱 现在孩子基本上给我花钱 咱没有房子呢 卖了我原来得负老家 得负的嘛 我得负的在那二 不一家三个街那有老五 我买到房子才是500多块钱平 要卖的 卖的上升 回来不来的时候 我几点都知道第一个厨就是我 我成天第一位厨上了 今天我是最后 今天最后 为啥今年最后 不好意思 我说热 谁都不服气 那不好意思 那不好意思 这不像凭啥事 要真成的行 不成的多难看 你自己自信 别自信 标志不行 因为生活不行 你多大地 你再好再来 你没车为房 我这还是慢走的 这还是慢走的 这就习惯 这就是习惯 多少话走多少 一个一个 一个就好 她这脚不错 这脚不错 对挺好 这脚浪得快 热 这不紧张 喝三十汗 光场舞 更要跳舞了 我慢点走 大伯 她这样跟不上 快走吧 年轻人比我都快多了 我这又跟不上你了 我就慢走的 别给这个阿子让我照亮子了 这不好意思了 到我家了 现在照亮子了 没个阿子 鸡 这不好意思 等一生汗 给你掐些豆角 你看你今天把这个豆角都给了 对 给你掐个豆角好不好 行行行 这一个生活就做不太简单 别人说我简单 那做饭手是哪样的 行 基本上它行 我会做咋菜一样 反正简单就会做 太高难就做不了 嗯 年轻时候 几块肉有味 几块肉有味 你老爸不做吗 他有病 一般不用了 他犯的精神病 精神电线病不知道吗 他一犯病 你不管是锅 也啥也 一犯病 啥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破了体长了 然后就是给他 学校的时候一动了 就明白这个犯病了 然后给刺个骂 然后咬嘴 咬舌子 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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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是 没有什么原因 就突然犯病了 对呀 他这个原因 那年农村不明 没有件事嘛 听到别人 上别人看是狗镜下的 这就老老爷不上学了 在家照顾妈就挺苦的 就是你姑娘和你俩一起要过 就是他在家是我 后期我就是 生活拿了 在家的生活多钟了 就是上他整个小活拿了 一扇领厂 什么小活啊 是包翻厂了 饭八道 严肌 昏春 以前都没准 有时候一年 挣十万八万的 二十多年前就十万八万的 你回家 我那时候就是 跟我说的朋友多 包住了多一种 后来因为啥不干的 还是我在那儿 我包陪了不干 包陪了 在我心里一会儿不毛了 都在老姐儿里 孩子哗哗的 干啥的 送到家去找伙伴上了 我挖你多了 找伴你 嗯 哎呀 他走的就是想伍了 这病毒遭退 孩子害怕他遭退 你都被惊得想念 去忘了宰家睡觉时候 五万也起来了 这可恶指挥 这一经理命令 你就多下瘾 所以那一年 前四五年 是会做梦的 一把我惊醒 一把我惊醒 这一年是挺棒 你不吃一碗呢 我不吃 我自己吃 这不好意思 这有啥不好意思吃 来吧 这就是几点的 平时就醉点吃饭吗 平常平时是 六点回来就做饭 好 然后边做饭 然后把电视放着 然后正好六点半 吃完再广告了 我再断饭上去 吃完再电视看完了 吃这用 今天晚的 今天晚的干嘛的 现在是几点半 我的桌子摆在屋内的看着 啊 春天就洗 就原来晚去洗的那事 从来我毛就 这成香就不能看了 天天健康 现在男男生活 这要是现在好 两个人在饭桌上吃饭 时候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 我的意思最好是女方有房子 由于现在这个社会 疫情闹的 房子其实也不好卖 车现在不好卖 还不如说有流浪前 女方有房子 俩人一起喝西过日子 做好 就两个房子好 实在没有我相中的 我也得买 我不管你长样身体健康 长得能对我眼儿 妈妈啥样的对你 那这喝眼圆 你不能总说太严重的 太酥了 个儿太奶了 太不像样了 没有 那这就是不种 先进来 来喝点水吧 谢谢 哎呦 不好意思 这两个也太批准了 哈哈哈哈 这大哥这姓的 好 谢谢 坐坐坐坐 好好好 先介绍一下 我姓徐叫徐军 你好 你好 你今天多少岁 我叔妈的 和我同岁也是 叔妈这岁就是五七 嗯 对 大姐姓吕 嗯 上过了 叫吕丽姓 我刚过也姓吕 就我这丑上挺干练的 就是首先给人感觉 是挺看练的那种 我情况就是 就是没有 父母也没了 然后呢 又没有儿女 然后呢 我到公去是将近八年了 就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 在那会儿有一个房子 五十多的平米房子 那你也是很不错 就演员还差点 就演员还差点 啊 不行 我这我这有话搞不住 我有啥也说啥 都演你这才不行 你这差不多我 你这 我送你一同事 你这我拿着里面扑手 我根本也不行 啊 你觉得大姐长得不行 不行 那她差太多了 你起码就不过眼 这生活条件这么好 那脸这么黑的 那这不是天人的 这个皮肤白和 我春天上班 我春天干的 我也没那么黑 大姐人特别好 好 条件也不错 条件不错 我不要条件 不要饮品 大姐人品也好啊 我要随便找找找的 这有钱有吃的 都不用好几个 我都没降终 就想这生活 我找自己最新的喜欢 我主要是说 说插在演员上 其他啥也没 没事没事 其他啥也没 我知道 没事 他就说 我不用往心里去 我这个接触了 就这种事接受太多了 那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我也不能弄我自己 我也找合适的 演员的 咱俩在一起工作 随要没有画 我真喜欢 这我有画 过日子也有画 也会垫也会疼 你说我又不能骗人 在一起 这都不好 是是是 我从来不会骗人 那你就想找啥样 颜值 他不能太胖 他肚不能太大 但是你脸上过去就行了 他多健康 健康 脸过得去 个头高矮 我不太乎 不太乎 我也没误定 你这演员是啥样 我心中值得有数 人有人选择 择我的标准 有这个权利 就有心理去 没有没有没有 在我和室友在给你介绍 一定给我介绍 我一定给你介绍 我就相信就是 有那么人等着我 你好你好 你好大姐 辛苦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在这上班啊 我在这上班 具体做啥工作啊 在这食堂 在食堂 你在这做了多少时间了 一年多 之前那段婚姻 四次 反正都得是我 那个张老师 你干不好了 他就是说 受到埋怨啊 讽刺啊 打击你啊 这种 那你真是受不了啊 埋怨你真是 好像说话 地方都没有了 有一次你说是啥样 我家做妹 你说我就给卖剑了 这妹 当时 其实实际上我都心里了 当时多少钱 你卖了多少钱 我卖30块钱一斤 马上来收35 这事是说我了一个月啊 就几天我都不吃饭 我就感觉心在 都得寻短剑 那种慢慢慢慢变成啥了 我俩不说话 就冷淡 就是 扮一次嘴能 有钱好几个月不说话 或者甚至半年 后来就是上 一年一年的不说话 不说话呢 不说话 我们一样归日的呀 那多累呀 这没人想过 你俩没人想过 要沟通一下这个事吗 打破镜 我觉得没人 其实我俩的性格 都是这种性格 好像是 都挺 挺酱的那种性格 孩子结婚就溜 离婚 对于我来说没好处 因为啥呢 我没有工作 她有工作 但是 虽然说是我累点 但是我心里头都挺 我挺能什么的 我挺开心 自己挣钱 养不知己挺好 回去了现在 她必须得有固定收入 反正孩子啥都结婚了 没有负担 在一起了以后 就是这个婚姻吧 就必须得 正正其次 在一起 就是拿当回事 必须 就是第一个也得必须对我好 有个地方住 房子不在大小 独立住房 现在是只能是没有 现在就是茶 已经就是宗旨 咱现在没有什么 要求因信来买房 就是说以后 以后到一起 真正生活 你必须得自己有法 大姐说的意思就是 不是说现在你必须 大姐也说 他说那天两个人戳好了 真走到谈婚论嫁那一地步了 然后说再考虑说 窝儿的问题 对 登记了 对 那样可以 其实我刚才都解释情谊了 你们之前都解释以外了 大家都一定水平 谁也不知道 咱俩都是一个人 啥都是随便的 那种的都可以这样事的 对 不能说随便买房 买完房了我不在那住 对那你说的这也对了 我现在我也没有理由 现在就验人买房了 是不是啊 现在你是相处节奏 是不是啊 你对两个人互相了解啊 性格啊 或者是比起的就是那个 这个 往下了解 接触一下吧 可以 相处现在看看啥样就行 但是我这嘴笨不会说啥 不会圆满 不会圆满 那你自己在努努力呗 你应可我 你真是会相复的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够了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够了 你让他找老爷去 你找有钱呢 他没问他 不让你当我事 你真有意义吗 那咱得处了 可以 再挂下手 我来够做手务 我看 他行了 挺讲究的 挺鞋型 我就想要这种感觉 他牵我手 听到感觉硬壳的意思 前面的幸福大道 非常平坦 你俩走吧 祝福你俩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姐们 喜欢星空店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对于这个钱呢 怎么支配呢 我是这么行的 过 咱俩不能伸你我家 你有公司 我也有公司 咱把它拿出来 一个月留多少钱 稍费账量够 剩下那个存起来 那是应急的时候 但是存起来 存起来你存 存你名 折着你拿着 你看这行不行 行 是不是让你拿 行 这钱是不是行 都给你了 你说算 害啥不行 对 话说满堂 儿女不如半路复兮 汉后大爷来相信 食言找老伴就要坦诚相待 只要真心过日子 我的就是你的 整个相亲气氛 那是前所有为的和谐 老铁们 相信我一定看到最后 整个相亲除了温情 就甚感动 马大爷 今年62岁 退休金每月3200元 有房 前一段联系你说是出门的 走很长时间 对 出哪去了 山西 黄山 九华山 山海关 烟台 西洋堂 山东半岛 大里什么 我还走一趟茶干湖 没事我该待不住 不抽烟 不打麻镜 都不会 给家你说我干啥 没啥别的爱好 是 那你这留这一趟 多长时间呢这是走 这趟最深趟走了得有两月 活了大半辈子 这还是大爷第一次游览祖国大好河山 一是因为儿子已经成家了业 自己不仅没了负担 还有了大把的时间 二是由于自己小区里 除了名的老好人 实在是走不开 这等着自己坐的 都自己坐的 那你坐这有啥用吗 这不给外面这些打扑了 太有时间了 你看他打扑了没有东西 他整个 各自个香 旁边香 躺上各种东西 我说多非你 我说你盯了个多的 一年定查坐 一查凳子 年年坐呀 他坏的丢了 或者转地上没有了 就得转了 这都是主动的 是 你看前面那个 那太太煮蒜柜 做电动轮椅 他满了牙子上不去 我给我搓 我这样瞅清楚的 就在这儿看着的 就这栋楼 这个门 我瞅得太可怜了 那我说干脆给你整个太阶吧 哎呀 我要点滑了的舌尖 整点沙子 我整点摆点水泥 给它沫耳 这会它直接拿起来 那可感谢我了 即与奉献好精神 急助解困送温情 帮人播种心灵美 自然收过金前程 因为大爷是除了名的热心厂 小区只要遇到问题 首先都会想到马大爷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人 大爷经常会收集鞭脚料来进行废物利用 我这就是破烂桌 这木头你看这都流过嘛 那边的全是木头嘛 人家都不太好玩 都靠它冷 不冷完我看着能用就捡回来 我这啥东西都吃不得冷 但是谁有啥事啊 干啥活拿回来就能找这东西 就能整 你看那个案子都过来 全是工具 都说好了又好报 可在大爷这里却没有得到应验 说起曾经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大爷心情立马阴沉了下来 我这边真并不好 因为我的兴致就是买粮的 吉林省就这些产粮地方 什么苏兰啊 平安的 什么那个福渝啊 农安的 这常走 总也不在家 媳妇就 我家领人 你哪知道 你都走 我那地方嘛 是连结框 不是说是一搓一搓 就一大大房子 中间隔个见不醒 都脸上去 这个院和那个院吧 基本上就是 是都瞅着了 就蓝领人 都不看见 对 我住的人 都跟我关系好 这个说那个说的 你不在家随随 走上你家来 可能住或者是这样的 那一家说 两家说人不信 你打到四家 五家说的 那你这样的 能永远吗 大爷常年在外努力打拼 前妻在家可进的 在大爷头顶上种草 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终两人的婚姻 以前妻的出轨失败告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大爷的儿子考上了北大 并且事业有成 如今单身多年的大爷 就想找个过热死的老伴 走完余生 我也不要求你 长得什么什么的 就是身体好 你来这就这些钱 就过热了 好好的 有我吃就你吃的 我要先死了 我这段全给你 这块都给你 就是你攒的钱都给他了 房子都给他 我的门要我转呀 我家孩子是北大的 回来的时候 隔深圳还关了去 有地位有钱 你说我这能要吗 说句新的话 要说大爷给叔的条件还真不赖 根据大爷的字后标准 红娘找来了今年56岁 退休金2400元 有房跟老娘同住的猪的吗 大哥走到门口说 这是来了 问你孩子再买点 说来了得买点东西 要求半天那个 卖水果的地方 谢谢 感觉行 走的他也挺老实的 实话 为什么不那么好好练 谢谢 挺喜欢这种性格的 是的 没太幸福 就是说能存小老头小胳膊 那你那不是说那么最知道的是 看人好啊 大会人的可好了 看条 这个不重要 个矮点 你把这么大碎的手 找一个银片好一点 真心的对你好 对真心的也好 听人劝吃我饭 可不是吗 大爷忠厚老师还是个热心场 跟了他绝对有想不完的福 在家人的劝说下 大妈也决定坐下来跟大爷再好好唠唠 因为有过前车之见 大妈最关心的还是大爷虚不虚酒的情况 我是离异的 离异十多年的 前夫是喝酒 酗酒 最后导致我来离婚 我是在这儿赏了 所以非常介意这个酒 但是我喝酒 喝酒我就是不多喝 别喝酒完喝啥酒 他就完了 没 那个事你就放心 我从来不多喝 白酒也就是二两 喝一根啤酒完事 现在是啥呢 经常有朋友 再有那个的 没事来起这个月的 现在出去外的 那也得天天喝 天天跟外的朋友 我哪天天喝 不是你出去来 跟人办事或者干 你不就得吃饭吗 不不不 再总酒绝多 没那事 你这个角朋友这个应酬 就是啥的 啥的 得有一个月以上 或者啥的 以后吧 就是你有家的时候吧 应酬一定要少 你不能把我自己拢到家 你该吃吃 该喝喝 那是不肯的 看来大爷是真相当大妈了 为了他 就算平时小酌一杯 也可以完全戒掉 可大妈说了 喝点小酒解解罚 也是情理之中 咱没有那么不讲理 没事 那没事 不担心 谁没有个亲戚朋友相聚 他喝就喝吧 这岁数大了 一样的喝 能那么时间喝 他也是不吸烟 不吸烟 平时打麻将吗 不会 看都看不明白 本身我也啥不会 就是抽烟喝酒 唱歌跳舞 打麻将的都不会 也不会打麻将 都不会 那少 这样人也太少了 大爷健康的生活习惯 让大妈很是满意 看大妈 对自己开始有了好感 大一立马把握机会乘胜追击 大爷嘛 如果咱真的走到这儿去 就会要乐说的 至于这个钱呢 怎么支配呢 我是这么行的 过了 咱俩不能分你我的 你有工资 我也有工资 咱把它拿出来 一个月留多少钱稍税 账量够 剩下那个存起来 别再应急的时候 但是存起来存起来 你存 存你名 折着你拿着 你看这行不行 行行 这钱是不是行 都为你了 你说了算 还有啥不行 可以 就是我这个房子 我这个家产 没啥家产 就这一堆一块 咱俩要结合了 我要先走了 全都是你 我儿子现在给了他都不掉的 谁听都得说挺暖心 不是啊 这款的房子大小 你就能住人家说出这话了 就到家的话 你还愿意咋出闻 还挺满意 挺场的 话说头对胎 选对狼 抱对大腿 选对房 就大一只敞量劲 绝对是找老伴的最佳人选 此时的猪大妈 也被感动了 不要不要的 眼看两人好事将近 没成想 大妈又提出了一个硬性标准 就是我母亲是个障碍的 在一天住在 给了妈姐姐 我都不两个公子 你去问 带着老人 要是向你的生活 没问题 我没说 你也有父母 我也有父母 父母做你小 老人 你不养父母 他不丧良心 他不作孽 你要是向我那是住去 我那是两屋 一个大屋 一个小屋 小屋是一个拉松 那我不要 新买的粥去 再买个单一松 给你妈接过去 谁都有母亲 谁都有老子说 你姥姥 你不管你不伺候你 你想要你啥心情 那会儿吧 这是正经 你要是林老妈去吧 我家房子有公园 人家上公园 那会儿带着去 早晚上 晚上有跳舞 唱歌的 在这不得不给大爷送上了大拇指 这才是咱们老爷们说出去的话 办出来的事 听到这大马 对大爷的好感度 更是呈直线上升 但是说归说 做归做 有些话咱还是先说开为好 关键是不能动起来就难呢 没什么就难了 没事 我家那会儿有医院 有医院 除门不远 就是你能帮你把刺痛啥这样 太能了 那都不是这个事 我家邻居就是得直肠癌了 我半夜都去他家给他打针 跟我也不是亲戚 他也不是说给我钱 我快点搭钱 你心里不烦 你妈 当你妈 不是你妈咱俩过热 她是谁 我叫啥人 她是外人吗 那你考虑考虑 大爷的为人处事 孝顺体贴 不仅让大妈和她的亲友团 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对大爷更是越看越喜欢 大妈当场表态 给彼此的机会 那这会儿咱们就好好 好好处处了解了解 确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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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姐 那个大哥去看不出来 大姐的母亲 然后让母亲知道 虽然这个女儿找伴儿了 但是没有把她撇下 然后还能一起三个人 又多个伴儿了 好好的生日 希望你们好好享受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哈 咱们评论区见 那你是离异的还是说 未婚 一直未婚的 嗯 哦 那挺好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那你现在为什么想找个伴儿呢 人家就有个归宿吧 不能总一个人活着 那你怎么想到咱们这个栏目来报名 有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呢 想找个归宿呗 还有什么 我啥都不说呢 我受不了了 奇葩大姐一辈子没结过婚 大哥一句简单的问话 却让她的情绪现场激动 在她平凡的外表下 究竟埋藏着怎样一颗敏感 而又不为人知的内心 今天的乡亲看点十足 最终的结果 你一定想象不到 是聂大哥不 是 红娘孙茜 叔叔叔 你好 你好爸 我们是那个原来不晚的 红娘 给儿子见上媳妇来了 那好 你就是要跟老父亲一起住啊 那对 我就领了我爸在这里屋住 聂大哥今年58岁 如今和80多岁的老父亲一起生活 说起这间房子的年龄 当场把红娘吓了一跳 六十年代的 对喽 那不得六十年了这房子啊 得多了 六十多年了 对对 别看着房子外面看着又旧又破 可进到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这家具得年头了 这家具多少年了 摆下来年 摆下来年了 对我爷的时候 比我这个 聂大哥总共有四个兄弟姐妹 都出生在这座老房子里 这间破旧的老房 承担着聂大哥太多的儿时记忆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 他就搬过来陪老父亲一起生活 那你是天天晚上也陪老父亲在这睡吗 对了对了 那你这是真孝顺呢 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 聂大哥每天都陪老父亲 在这间老房里住 接着聂大哥和红娘说起自己的婚姻状况 32岁离婚 我儿子5岁 完了他妈就走了 早在聂大哥32岁的时候 他就因为妻子的出轨而和他离了婚 那时儿子才只有5岁 这些年为了儿子他一直没有在婚 直到最近他才有了再找个老伴的念头 那如今的聂大哥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老是本分的聂大哥找老伴的要求很简单 只想找一个能和他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 于是红娘马上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个你姐呢 姐 终于见面了 孙慧斌 52岁 未婚 你们抽烟吗 跟大爷 一见面 孙大姐表现得很热情 今年咱家多少地啊 有一长的一长的 太不幸 太中午了 有抱着午了 没中 那今天收拾能买多少 不好 卖多少汪 那酒下来快点 那里还有备用的 那还是毛的酒 对对 孙大姐告诉红娘 她如今和弟弟生活在一起 姐弟俩主要以种地为生 由于今年的收成不好 所以她和弟弟一年的总收入 才只有五千多元 另外她和弟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因为孙大姐和弟弟性格都比较内向 再加上父亲去世的早 所以才导致她俩至今都是未婚 因为这件事也招来了村里人 对他们态度的改变 我妈娘什么 我回忆着我 我爹走小 我姐她18岁 村里人要欺负 我哥我姐结婚之后 我妈和我弟弟 我呢也是村里人都欺负 这种一句话就是歧视你 在心里 鄙视你歧视你 就是那意思 就因为没结婚 所以村里人经常在背后议论和歧视她们 要强的孙大姐在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出个要来 就活的感觉不让她看不起呗 我丢嘛那边就开始省时间用斩 到我兄弟这边 她说是不是也没说喜闻嘛 就是有俩钱我先去把房盖 真的不是 这个房子好盖的看上不怎么好 但是前面上画 画十多万全是故的 而且那个地粮和那个过粮 都是国表钢筋通钢 都是一般好的 为了盖这座房子 孙大姐花光了几代人所有的积蓄 别看屋里连一面墙都没有装修 但至少在外面看 这三间大把房还是足够的气派 接着孙大姐和红娘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我长得大没出过对象 没像她们有个女的 接个林家老丈娘 明年老李爹那么出 没出过对象 都是没介绍几个出过的 我大姐的熟悉兄弟媳妇 给我介绍 介绍一下是大安良的处理 然后钓东风娘子去副球长 这个也错过了 东风有个药房的主任 那是我舅 托别人给介绍的也错过了 别看孙大姐这么大没出过对象 但错过的几个却都挺像样 那为啥这么好的对象 都让她错过了呢 听这些事都很好的了 就是那时候怎么不想找得像 那时候现在很傻很傻的 不想有了那么少许找成这样的机会 由于当年自己的年少无知 让她错过了几段大好的姻缘 如今自己已经是年过半美 这回她终于开始着急找对象了 但着急归着急 对于未来老伴 她的要求却一点也没减少 除了要财力以外 孙大姐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柜里的好衣服可以没有 但将来的婚礼必须得隆重 孙大姐表示一定要争着口气 了解了孙大姐的要求后 红娘决定马上安排她和聂大哥见个面 这位是聂炳财 聂大哥 然后孙慧彬 我俩都姓孙 今天多大年纪 孙慧彬孙大姐 50多 50几今天 就不要想问这些了50几 也许是对聂大哥这人没太相中 面对聂大哥关于年龄的提问 孙大姐竟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接着二人来到屋里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家是哪的 一听说孙大姐一直未婚 聂大哥的脸上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但聂大哥对孙大姐一直未婚也充满了好奇 那你现在为什么想找个伴呢 人家就有个归宿吧 不能总一个人活着 看得出聂大哥对孙大姐没结婚这件事很满意 因为没结婚就不会有孩子问题 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但是孙大姐对聂大哥却不太满意 真的不同意 这么说吧 不适合我 也是找像能够住的地方哪一方面 我都不满意 我要找市里的不找农村的 后半生不想住这农村了 以前介绍都市里都不是普通身份 到后我找个农村 我面子也不行 说到底 孙大姐差的还是面子 他觉得再找个农村老伴 会让村里人对自己瞧不起 对此聂大哥也表示能够理解 虽然孙大姐没有选择自己 但聂大哥却有一个问题 要当面问个清楚 那你怎么想到咱们这个栏目来报名 心里怎么想的 稍加思考后 孙大姐给出这样的回答 你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呢 想找个农村吧 谁给你报名人吧 尽量好身份的找 还有什么 我啥都不说了 我吃不了了 念的孙大姐突然激动的情绪 让聂大哥有点不知所措 接着孙大姐也和红娘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说孙大姐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我告诉你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衰竭跟我儿子 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就已经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伺候死了 伺候 对 这就是今天相亲的主题 人家老头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老伴 他可倒好 就是为了找个不花钱的保姆 张子复张大爷 今年七十八了 每个月退休金有五千块 咱们这个张大爷 可真不一般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大爷还想当土皇帝呢 在他看来女人伺候老头 那是天经第一 夫人 伺候老头 中国 古今 天经第一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那简直就是白古经开约 不讲人话 早在一年前的时候 张大爷就想找个老伴了 于是他便找到了附近的婚介所 结果一打听 好家伙 居然要老头二百块中介费 老头属于啥呢 吝啬鬼过日子 一分钱都得赚出汗来 让老头叫二百 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这个张大爷以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但是他的思想 却从未看得起女人过 他认为女人伺候男人 那是从古自尽都是这样 你看你夫人你不得刺好老 咱们不得不说 这老头能教孩子们什么道理 看不起女人吧 张大爷说了 如果爱情这个东西沾上了铜锈味 那就不是真正纯粹的感情 我要钱你 我不要钱你 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你 我一定不要 你都七十八了 还追求纯粹的爱情呢 人家大妈图你啥 图你岁数大 图你不洗澡 还是图你的大男子主意 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想美事 人老太太过来天天伺候你 结果可倒好 一句纯粹的感情就把老太太答了 那老太太不如去找个住家保姆干了 结果张大爷眼睛一瞪 你懂什么 我这个人会PUA 老太太来伺候我多光荣啊 这个时候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连忙阻止大爷 心里寻思着老头在镜头前这么说 等节目一播出 不知道多少人等了排队骂你呢 干嘛就证老头 那个不叫伺候 那叫照顾 结果老头一听 照顾什么照顾 照顾是照顾 伺候是伺候 大哥那叫照顾 那不叫伺候 那就变相说法 照顾啥呀 照顾和伺候是两回事 老头话里话外表达的就是 没错 我就是想找个保姆照顾我 但是不许跟我提前 红娘为了给大爷个台阶下 赶忙就问了 这要是人大妈 来跟个保姆伺候你 你会伺候大妈吗 你伺不伺候她呀 你伺不伺候她呀 我早伺候她呀 我不能伺候她 因为我不能 我不会伺候人 这可真是老太太钻被窝 给爷整笑了 这要不是隔着屏幕 我还真想把老头脑子掰开 看看装的都是啥 这不就是纯纯的立国主义吗 这时候可能张大爷觉得 红娘的质疑让他丢了面子 又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 大爷相信就想找个能伺候自己的女人 看到红娘的质疑让自己丢了面子 他还说了句让人震惊的话 我上中介花两千找一个老伴 回来就死了 两千 就得了 大哥你去中介花两千找的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 您那都承认 就是老伴 听听去中介两千块就能找个保姆 哦不对是老伴 那你咋不去中介找呢 大爷就说了 那不是得花钱吗 你咋还不明白呢 我就想要个不花钱还能伺候我的保姆 并且还得年轻女人 老了都不行 我告诉你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帅气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就是 很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伺候死了 要我说红娘你都多于给老头介绍 这大妈上班就是吃苦啊 都七八十岁了 好不容易日子好起来了 结果再次掉入虎穴 可是红娘不大 他还真给大爷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张大妈 六十五岁 老头看着大妈 那是乐开了花 终于不用自己做饭了 只见大爷刚坐下 就开始PUH了大妈 不停的贬低以前认识的女人 只是在家做做饭打扫打扫家里 每个月还得跟自己要生活费 这算什么老伴 这不是妥妥的下岗在就业吗 大爷这就说了 我才不是冤大头 找老伴的要求就两个 第一个是不能跟自己要钱 第二个就是得好好的伺候自己 这张大妈一挺好家伙 你这不就是想找个免费保姆吗 你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的美啊 大妈可丝毫没惯着张大爷 直接对了上去 原来你说那个那是社会现象变是变了 那时候因为女同志没有经济来源 但是没有钱她活不了 现在是因为女同志有经济独立 所以女人要钱也很正常 那说的是呢 谁会自己拿钱出来给老头吃给老头花 还要伺候老头 以前女人伺候男人 就是因为女人经济不能独立 可是现在女人都经济独立了 你还想找个封建社会的产物 咋啥美事都给你占了呢 可是大爷却完全听不进去 她认定了眼前的大妈说 这些就是为了要钱 满眼都是钱财 她莫虚勇 这种女人不能要喝 别说你看不上人家 人家还看不上你呢 大妈气得那是连口水都没喝 站起来就走 而张大爷看大妈走 还送大妈十六个色 这家伙口气是真大 一把岁数光想美诗 大妈不干了 就说人家狂妄自大 态度冷漠 那幸好大妈也是个文化人 不然大瓜子抽的你不认人 红娘一看这大爷今天得赶紧出去出去啊 要不砸在手里 不知背后还咋骂节目组呢 于是红娘又给大爷找了个同样干教师的大妈 大爷相亲太子大 相亲失败后指责节目组 给他介绍的老伴居然要钱 张大爷再次强调 钱不是万能的 一定要找个不要钱的老伴伺候自己 不要钱的有不要钱的 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的 我一定不要 钱当然不是万能的 可是张大爷 你是不是忘记了后半句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结果张大爷那是一百手 去去去 你懂什么就在那里瞎咧咧 不要钱的好老太太太多了 你这就是没有好好给我介绍 并且再次强调 要钱的一遇不要 我就是要找不要钱的 大爷 你七十四了 不是二十四 人家大妈相亲是找个老伴 共同携手度过最后的时光 不是来找儿子的 你不要人家 人家也未必能看得上你啊 可真是年纪越大越想的美 谁能想到眼前的老头 以前是个人民教师呢 谁又能想到这个人民教师 从心底里 就认为女人就该伺候老头 这经过跟张大妈相亲失败后 红娘按照张大爷的要求 找到了一个对钱没有要求的周大妈 大妈那可是个厉害的女人 以前也在学校当过教师 甚至是当过学校校长 周大妈七十八岁了 开着小三轮每天溜达溜达 免费拉拉人 帮人家拉拉东西 按理说大妈不看重钱 还非常有热心场 还真有可能能看上张大爷 那没想到啊 张大爷有话说了 你这给我介绍个驼背女人 她咋伺候我啊 大妈也说了 这都是以前大活类的 可是大爷在大妈背后比比画画 红娘一看 你这老头咋这么没礼貌呢 赶紧把老头手拉住 要说大妈可真不是一般人 年轻的时候干过妇女主任 老师校长 本来大妈还打算介绍自己 哪成想大爷直接开口打断 问大妈能不能伺候我啊 就说货无关斩溜将 不收口卖成 问真的能不能伺候我呀 大妈听到伺候两个字不满意了 你是个啥玩意让我伺候你啊 咋就不能你伺候我 或者是两人相互伺候 对于这个问题 张大爷就说了 想都别想 我找老伴就是来伺候我的 你还想让我伺候你 你做梦呢 这可把周大妈气够呛 你是瘫床上了 还是怎么的让我伺候你啊 可是面对周大妈的气氛 大爷那是一点都没收敛啊 反而又失之指着大妈 再次说出她的那套女人 就该伺候男人的言论 大妈听到这里也懒得听下去 对道你还不如找个保姆 到这里张大爷不乐一听了 找保姆要是不花钱 我还找啥老伴了 话到此 张大爷打算送客 认为大妈这个女人 自己根本看不上 并且在大妈走的时候 张大爷还要拿大妈 驼背这件事上嘲讽一下 这张大爷 你可让我说什么才好啊 这可真是老了老了 让谁都不待见呢 可悲 如果是大方向不踏 我想很有习惯 肯定有好感 不行 就是本来就是 形象就不是我想要的 这太 是多少的吧 百一分之九十 咱们就没法 女人也没法交流 是不是 我相信她出不对我 有好感 社会环境和工作的环境 都不一样 而且也能要飘了我几眼 所以说你俩俩的思想意识 还是不同 是这我用余光看到了 今天这个大爷可真是不一般 身高一米六 体重一百四 就想靠着自己帅气的面板 与身材找个富婆吃软饭 他认为自己这条件绝对是相亲界的相伯伯 平常老头都不敢出门 生怕被大妈妈生吞活泼了 甲大爷六十岁 初中文化 退休工资四千一百块 农村资建房 甲大爷的目标非常明确 必须得是富婆 不是富婆我可不要 最基本的就是要他城市里有房 还必须是高楼 这样他满年就可以再成立生活 这甲大爷认为自己的条件非常优秀 只要是个女人都会弥灭上他 就我们的这个团都是我单身 那肯定会同意他 但是我不认他 打的那团是 那肯定是女的 用现代话说的肯定是女的 那咋没想到 假太多了不行 红娘刚进屋 这甲大爷就说起自己房子里没有暖气的事 没暖气 这就是甲大爷想要找个城里房的原因 因为大城市房子都有供暖 农村没有暖气 大爷想要取暖只能靠抖 为了赶快摆脱这种生活 甲大爷迫切的想要赶紧找个大妈搬离农村 要说红娘还是有些能力的 果然按照大爷的要求 找到了一位58岁的陈颖 陈大妈每个月退休工资有2000块 不得不说大妈还是有些防范意识在身上的 听到对方啥都无所谓 只要求女方在城市有楼房也很谨慎 便约在客运站简单的见见面聊一聊 结果刚一见面 大妈就嫌弃贾大爷个头 远看跟冬瓜直系亲属似的 这么一请回家直接可以接上灶台做饭了 宛柔一个煤气罐 不行 就是本来就是形象就不是我想要的 别看你长的可能好赖吧 你有个个头还能搭点人 结果贾大爷一看大妈 把红娘拉一边说悄悄话 自信心一下子上来了 这家伙一看就是看上自己了 不好意思直说 你觉得大爷对你有没有啥 有印象 有好感 肯定有好感 大爷的呢 修平咋子 就是历史这个真的 大爷还是不想自己 尽管市里没楼房 特别烦着 老补工资不多也不算少啊 那要顶两千左右和四千多能能一样吗 你人妈太羞太正常了 再说自己这退休工资可是四千块啊 顶两个陈大妈了 能跟自己相亲陈大妈一定 哑巴接了吗 高兴的说不出 我是大方向不差 我想很有习 肯定有好感 不行 就是本来就是形象就不是我想要的 别看 多少得把 把一分之九十 当然就没法 女人没法交流 是不是 自信大爷来相信 自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女人 见了她都走不动道 结果大妈刚见底眼便吐槽 这老头有刚粗没刚好 除了脖子全是腰 直言自己还有事 留了个电话就匆匆离开了 行 183 我原来常说哪天我过来 行行 1830432 而贾大爷呢 看到大妈给自己留电话号码 更加确定陈大妈一定是看上自己了 哎 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红娘看到贾大爷 沉迷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也是看破不出破 手脚麻利的又给大爷介绍了一位59岁的大妈 王大妈经济非常的好 不光每个月有2000块退休金 以前的存款也多的惊人 几人在附近找了个饭店便开始了相亲 谁想到刚一落座 王大妈的烟瘾就犯了 看到大妈离开 红娘赶紧询问其贾大爷对大妈的感觉 形象总体是不错 美中部分是大不一样 属于那个 重量级的 就我 就我这都装在我的身材 等他你看看 好家伙 你可真是乌鸦贤猪黑 你还嫌弃人家重量级 骨架大 你家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好好照照你自己啥样吧 人家大妈能不能看得上你还不一定呢 这贾大爷尽管对王大妈的身材有看法 但是奈何人大妈是个富婆 大爷觉得自己可以为了金钱放下对大妈的看法 说起王大妈 她也是个命苦的女人 前夫出轨后跟她离了婚 为了走出伤痛 大妈开始抽烟麻痹自己 至今都已经抽了二十多年了 但是如果相亲成功后 跟老伴生活就打算戒烟了 将来我找一个懂我的疼我的喜欢我的 我心情静下来之后我就把烟戒了 其实这个时候 大妈就已经说明了自己没看上贾大爷 毕竟人大妈说的是将来找个懂我疼我的 可是大爷那是一点都没听出话外之意 大妈以前是在外地做贸易的 全国四处到处跑 所以两人聊天的时候 大妈问了句大爷会不会开车 结果大爷听到这句话 饭都不吃了满眼星光的跟大妈说 只要你给买车我立马就能考驾照 没票 也就是说没开过 如果说马上说是有必要我考个票 考完票并且就有车的话 我想也没有提 要说大妈不愧是什么人都见过 听到贾大爷说的话头都没有抬 直接就转移了话 我相信他初步对我有黄感 有黄感 那你看也那样飘了我几眼 对啊这我用浴光看到了 我说老头你也太自信了 人家大妈看了你一眼就是相中你了 那红娘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岂不是非你不嫁了吗 大妈刚问了句会不会开车 老头就觉得大妈要给他买车 大妈看到贾大爷这出不值钱的样子 都有些不想继续了解了 不够红娘告诉大妈 这贾大爷别看一副小家伙呀 他可喜欢唱歌 正好大妈也喜欢唱歌 好奇心被勾起来的大妈决定以哥会友 我的妈大爷你可别唱了 别人唱歌要钱 你这唱歌烂眼睛啊 你看大妈那眼睛都被熏得睁不开了 当时你那么自信的说自己唱歌有一绝 我还天真的以为老头最起码有一个优点 可大爷根本不管观众们的死活 谁都拦不住今天高低的表现一下子 当场来了一段高音 会是在东京 我的妈你这高音不是高音 高喊不是高喊的 你自己听听你唱的是个啥 这时候大妈坐不住了 你这也叫唱歌 我来给你示范示范 什么才叫唱歌 我的妈大妈你比大爷强了多少啊 可是两人谁都不服谁 那是一首一首又一首 那是一首一首又一首 要说这贾大爷就是个输不起的主 忘死了就忘死了呗 还不让人说 大妈说了一句她就开始了挑刺 不错了 国家住在黄埔高喀 大风刮过 你可拉倒吧 人家最起码唱出来了 你这唱了一半忘了一半的选手 还有什么脸面说人家 再说知识相亲 又不是比赛 你自己想想大妈听到知情能开心吗 这个时候大爷还美呢 这还拿不下你 于是变得大妈要起了手机后 不留个电话呀 你可以留电话 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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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66 这个正确读法 十一位数是分三句 这个有说到的 真的 有好多第一句就把读出四位数了 这是不正确 这有说到的 大妈本来想着礼貌而下 没想到贾大爷又挑上毛病了 有啥说到你倒是叔叔呗 人家怎么方便计怎么计呗 你还不乐意呢 这个时候老头还得意义呢 这个女人一定被哥的魅力征服了 不然怎么要电话就给了呢 我相信她出不对 我有黄感 有黄感 那你看 要电话就给了 没有犹豫 我的天啊 这种普希男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 他的脑子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 大妈要不是有素质人早就有轮包走了 咋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呢 这时候大妈实在是忍不了了 直言有机会再聊 这个有机会就是没机会 可老头不觉得啊 他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 面前的女人连下次见面都想好了 这期节目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大家觉得假大呀 能等到大妈的电话吗 欢迎留言